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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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很開心大家來參加這次的手作課程 不過很遺憾的因為台風的關係呢 我們只能用錄影的方式 跟大家見面 所以大家回去的時候呢 會收到花材包 會收到這樣子 我們會準備好當季的花材 製造製作的花材 把它跟我們的紙盒 這樣一組做搭配 然後裡面也會放好海綿 回去的時候呢 就可以按照今天的影片來做製作 我們的作品呢 其實主要是以觀察很多 生活上我們覺得有趣的小事情 小故事把它融入到我們創作上面 所以如果去到我們的賣場上 會發現很多的作品呢 或者只是在作品裡面 會有些有趣的小故事 或是畫面在裡頭 那今天呢 我們會使用當季的花材 它帶有秋天氛圍的黃色系 來製作這個柚子 結合柚子的風秋花裡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今天的花材有哪些吧 像是最近呢 慢慢進入秋天了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明顯的季節性的轉換 平常去花 像夏天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是白綠色的花材比較多 那現在秋天的時候 會比較多的是 橘色 咖啡色 甚至黃色 可是有些咖啡它其實 並不是乾燥 像是這個 它其實是本身植物天然的顏色 所以你可以明顯的感受到 季節上的變換 不管是在水谷也是 像柿子或是柚子出來 而且好像秋天到了 然後花材的部分也是從 剛剛說的 比如說今天 綠色系的 然後現在到了黃色系 以及很多果實 因為秋天是豐收的季節嘛 我們今天呢 主要用這些花材 當季的花材來製作 首先主要的花材會有 乒乓橘 這個是黃色的乒乓橘 乒橘其實有很多顏色 有綠色 白色 甚至紅色都有 然後因為它的花瓣齒很多 很細緻 所以台灣的花農 因為這是國產的花卉 會用白色的結把它包起來 回去的時候把它打開來就好了 然後乒乓橘其實有美好 還原的意思 所以非常適合中秋節 中秋花里來使用 乒乓橘 跟它很像的就是 圓球狀的是 金掌球 比較小的這個 金掌球 金掌球是國外來的花材 它可以做乾燥 然後這個可以做乾燥 但是乒乓橘的花期很長 乒乓橘是不能做乾燥 今天的花材還有水仙百合 這個是水仙百合 它的葉子其實跟白了花很像是 比較細長型的 但是它的花果呢 則很像水仙花或是杜鵑花 很像它杜鵑花或水仙花的花型 小小的很精緻 花旁這邊是帶有咖啡色的斑紋 水仙花也有很多種的顏色 它是河南來的 但是現在台灣的花農呢 它有在比較高山有種植 所以台灣的花農很厲害 我們自己開始乒乓說水仙百合 葉材的部分有 這個是青臉木 它上面有黃色的斑紋 像白青臉的感覺 這個是青臉木 可以讓它做盆在花家中 所以它有助植栽 接下來是 接下來是介紹的是 這個 金鵑花 有黃色的小花串 它其實也是植栽 它從植栽上面剪下來 就會變成今天使用的切花 它開成是黃色的花串 它有一個點名叫做金虎味 花朵非常的細緻 很可愛 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是長在潮濕環境的 這個是高山陽式 蕨類 就是蕨類 還有一個 就是剛剛說了 現在是秋天 很多的花材呢 會有到紅色 像這個就是 就是 虎蝦 就是虎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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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字比較看得清楚 虎蝦 土鑲 土鑲的花在天然裡面 很長 很長 所以農夫其實蠻口的 土鑲的 因為土鑲的生長力 非常的旺盛 所以當它可能發出之後 很快就會長出來 但是現在到了秋天的時候 它前面會有一個 咖啡色的花絮 就很明顯的 你知道就是季節性的轉變 土鑲的線條其實很美 整個設計呢 跟姿態呢 都很適合今天的童花的製作 因為土鑲很加分 跟土鑲的 更比較容易 所以使用的時候 要小心一些 今天的花材 大致上就是這一些 那我們 回去的時候 可以先把我們的 彩膠包打開之後 因為底下其實原本會有 水袋 但水袋先把它抽掉 然後呢 再幫花材稍微的 斜減 在水中斜減 然後重新的 我們先把它放到 花瓶裡面 先把它重新的 再去吃水 一次我們再來 擦今天的粉花 先稍微整理一下 今天的花材 那是葉材 打 材料包打開 因為葉材可以先做分類 每個花材都很仔細的 像是 那做煮飯一樣 你可以先備掉 把它備在 我們清楚的位置 當到收拿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方便 知道 哪些花材才不會 放在一起很雜亂 不好找 我們都先把花材 整理起來 花材整理起來之後 我們會先把這個紙盒 今天要做的是 提合 提合的花瓶 裡面會先有一塊 乾燥的海鹽來墊高 因為本身這個容器比較深 所以我們會有 乾燥海鹽墊在底下 接下來是一個 已經包過透明紙的 濕的泡水的海鹽 放在上面 這樣整體的基底呢 就已經放置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準備 插花 首先我們會先用葉材來打底 我們會先選用 葉子比較大片的心點墨 心點墨它是分解的 所以節點的話 這邊就可以直接做 修緊 把緊緊斷一斷 心點墨我們可以用心點墨先打底 先把心點墨 插到盒子裡面去 好 心點墨是第一個步驟 接下來是 葉材的部分是 高三兩紙 我會建議是 整體來說 花材不用到剪到太短 太貼裡面 因為它會看不到 今天這個體核 它是有個深度在 如果你太前方裡面去 會完全看不到它的 葉子的形態 所以其實 哏可以留長一點 所以 底的部分 打底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頭子裡面長出葉子 接下來就是 每個人也會有一顆 柚子 柚子 或者是今天主角 就會把它 我會把它放在正中間 這樣子 如果我看柚子的大小顆 柚子放下去 你會覺得 太低看不到柚子 那你可以稍微的 用小紙盒 或是風雨的海綿 把它墊包 好 那我們看到 柚子在中間 然後長出葉子來 葉子會襯托 葉子跟柚子 是第一步驟完成的 接下來就是把大花 大花像是 今天準備一片柚子 柚子跟柚子柚子 柚子柚子柚子 就是下一個步驟 所以花材部分呢 先把它的 上碗之後呢 再上細碎的花材做點綴 柚子柚子柚子 柚子柚子裡面 線條藏出來 這間地板 有自己的 要不要再撒 就不然 這一點 有茄子柚子 都是瓣 接下來是拼湯菊 就可以了 它卷上是月亮感的 很硬 今天這樣取得新香球的感覺 我參與 目前大致上就是 有料的葉材和花材都已經 把它放到裡面去了 擦拭好了之後 我們放土香跟精英花 做最後的葉杖 今天的花材準備上難硬度不會太高 大家都可以凝照自己想要的 配置的方式來去做設計 所以你可以先在老花材中有個概念 說你今天的畫面是想要怎麼擦 來完成這個文化 好 然後有個線條很漂亮 然後往前面 好 最後塗一下比較細的線條 然後最後再裝點上去 也很鼓勵如果大家有去 如果大家會有精彩的 比較容易散播的話 如果我撿到這些野花 野草呢 其實也都可以融合在我們今天的花園裡面 讓整個的氛圍呢 更加進去 秋天的感覺 好 然後 就變 你可以有些花材 你可以像葉材 有一些點 有到最後再補一些缺口的位置 不定 然後先撒下去 這樣就完成了今天的中秋節的花禮 回去的時候記得底下的這一塊,這一塊海綿 放擦完花之後,你還是要稍微的倒水進去 讓海綿保持濕潤,這樣花朵才會維持新鮮的狀態 以及這邊,前面的這邊你可以裝點家裡如果有鍛帶 還有這邊有裝點綠色的鍛帶都可以綁在前面 這樣就完成了今天的中秋花禮 可以擺在家裡或是送給朋友 當中秋禮物都可以唷 謝謝,掰掰